今天是iPhone XS系列正式开卖的日子 我们也很有幸来到苹果的办公室 再体验一下他们接下来这年的主力产品 iPhone XS和iPhone XS Max的改进之处 在两款手机之中 我们主要动手玩的是发布后更受瞩目的iPhone XS Max 这款塞入了6.5寸Super Retina OLED屏幕的手机 在全面屏的设计下会带来比5.8寸XS更震撼的视觉感受 当然这样一来体积和重量也会上涨 不过拿在手里负担也没有到不能承受就是了 那XS系列除了让屏幕继承HDR显示以外 也有给立体声喇叭加高音量 看片游戏时无论是观感还是听感都会有所提升 另外这代iPhone搭载的A12 Bionic处理器 主要在图像性能方面进行了加强 不光是玩大型游戏时会有更流畅的画面 在进行苹果如今主推的AR体验时 及时运算处理的效果也会更好 而且A12在GPU方面的增强 也让XS和XS Max可以拍出更自然漂亮的HDR效果 照片的细节和色彩都变得丰富了起来 表现比前代的iPhone X更为突出 当然了 双摄中那颗主感光器升级到1.4mm的大像素之后 也给拍照尤其是夜拍带来了不少帮助 在录影的时候手持拍摄出来的画面 感觉上也比过去更加稳定了 另一个新加入的拍摄功能 就是在XS系列人像模式中的景深调整功能了 跟许多国产手机一样 它操作起来也是调整模拟的光圈值 如果设定得当的话 也是能呈现出不错的效果的 此外在预载了iOS12的机器上 也可以自行创建属于你自己的Memoji 肤色发型甚至眼球颜色都可以自定义 喜欢玩Animoji的朋友估计会觉得很有趣味吧 另外在新版系统里还有一个重点新功能 就是关于数字健康的屏幕使用时间 它除了可以记录用户在iPhone上使用各个APP的时长外 还可以设定使用的时线 一旦用了太久的话 就会发出这样的温馨提示了 最后对于有两个号码的人来说 新一代iPhone还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就是加入了双卡知识 不过在现已发售的XS系列里 就只有XS Max真双卡 不知道这会不会直接影响到各位的购买决定呢 好了 iPhone XS系列的上市动手完就先到这里 更详细的评测也即将到来 大家记得密切留意啊 iPhone XS系列的上市